有没有这么厉害啊 百分之百发射成功 零失误 号称是最强太空快递 天舟六号的货运太空船 就在昨天呢 非常顺利的 如预期的 进到了轨道 完成了对接 这真的是在太空当中啊 犹如太空穿针 一样这么的难 但我们看到了 你看哦 美国还有日本 常常在也是在太空发射 但是呢 失败 我们看到天舟六号 为什么可以百分之百的成功 因为它有许多的突破 那么天舟六号其实呢 算是有特殊身份的货运飞船 它是2023年 就是在中国开启了 天宫太空战 之后呢 应用发展阶段的一个旗舰船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发射的精彩画面 等一下我们来点评 4 3 2 1 点火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拔地而起 拖着长长燕尾 点亮黑暗的夜空 将天舟六号货运太空船 送往中国空间站 天舟六号被长征七号火箭 托举到指定地点 随后分离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并与中国空间站顺利对接 长期火箭实现首飞七年七战七节 成功率百分百澳人战机 每一发的长征七号火箭 我们都会进行不断地去 有一些小的突破 有一些小的改进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是货运飞船系统的专属列车 过程中经历不断的升级进步 发射场的测发流程时间 从27天缩短到了25天 相比于长征七号首飞任务的40天 然后这一次呢 我们是将发射场的整个的工作流程 进一步压缩到了25天 而这次被长期火箭送上太空的 天舟六号货运太空船 是要运送一共280天的物资 给神舟十五号三名太空员 十二号他们在轨迎接的第一份太空快递 经过不断改良 天舟六号密封舱货物装载空间 提升了24% 装载能力也从5.5吨增加到6.7吨 上行载货比更是由0.51提高到0.53 位于全球领先地位 天舟六号的一个重大使命 就是给空间站补加推进剂 才能让空间站在太空中调整角度 但是这次天舟六号需要攜带的推进剂 仅仅只有700公斤 因此才能够扩大仓容 运送更多物资给太空员 现在空间站相当于建造基本完毕了 它对空间站的姿态的变化调整相对少了 所以它的推进剂消耗也相对少了 扩大了苍容的天舟六号 这次除了攜带700公斤的推进剂 还运送了约260件货物 包含服装食品饮用水等等 其中苹果橘子南宁特产卧干 以及安徽特产苏黎等新鲜水果 重达71公斤 是天舟五号的两倍重量 让神舟15号太空员在天空中 也能品尝到家乡的滋味 而天舟工作人员还有一个远大的目标 我们计划后续是计划上选一个大的冰箱 保障航天员的不仅是水果 还有一些冷冻食品 天舟系统主管设计师王然指出 如果未来想要在太空中吃煎牛排 牛肉就必须在地面冷冻上行 未来能力逐步提升 就能保障太空员更好的生活品质 而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指出 五月还将发射神舟十六号 十月要发射神舟十七号 大陆航天发展令人拭目以待 记者黎静综合报道 聊天室里头 大家先刷一排鼓掌 还有什么难得倒中国的呢 我们看到了中国在航天的发展 起步比较晚 受到了这个阻碍 西方国家完全不透露一点技术给中国 但是没有关系 中国有中国时间 有中国标准 现在的突破 我们看到了这个真的很难 长征七号创下中国空间弹任务 居然发射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刚也说到了 太空人在太空当中 可以品尝到家乡的水果 有很多的水果 包含了 我看一下在哪里呢 我们有找了一个资料 这边里面好像没有提到 但刚才的新闻里面有提到 比如说像苏黎 比如说像一些 蔚来 还可以在太空煎牛排 下一趟要把冷冻冰箱也送上太空了 从技术软硬体 全部都在升级 委员您怎么看呢 你讲到新鲜水果 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看你讲的有多生动 这一次的天舟六号的发射 真的创了几个世界性的记录 第一个世界性的记录 媒体可能没有注意到 就是天舟六号的设计工程师 是全世界在发射这种 所谓太空梭 太空章之类的设计师里面 平均年龄最低的 他几岁 你看他几岁 三四十而已 其他国家都是四五十 日本还五六十 而且中国的太空人 也越来越年轻 都有在培育新人 对那些设计师会这么年轻 就表示中国新一代的理工教育 真的非常非常的成功 所以未来中国科技的发展 寄望以这一代年轻的 这些理工科的设计师 一定会更加的发扬光大 那第二个 大家可能会平常会提到 就是零故障零失误 你知道看到日本前一段时间 发射卫星失败 美国发射卫星也失败 你就可以知道说 卫星的发射本身 理论上不是问题 技术上也不是问题 可是难难到什么 你要制造得出来 你要制造的零缺点 而且这整个发射 是一个管理流程 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程 所以从专案管理到制造的这些零部件 到组装的技术 那整体的一些所涉及到的范围之广 而之大 那要控制这个不是那么容易 中国能够做到的连续这么多次 都是零故障 零缺点 零失误 我只能说一句 叹为观止 这个是目前美国 日本跟 当然不要提欧洲 欧洲最近状况比较差 他们都有相继的这种太空梦 但是梦中杂质很多 梦中失误率很高 那就是环环相扣的问题里面 可能在管理方面有问题 可能在制造方面有问题 可能在组装有问题 至于所谓的发射流程 它从快要40天 正确讲是38天 缩小到25天 它指的是什么东西 当我要发射的时候 我把组装好的这个太空梦 推到发射台 开始准备起 开始准备起 以前都要到35天 现在缩短到25天 你不要以为看到 38到25 没多久啊 中国是花了7年的时间 才到达这个标准 这13天花了7年 对 可是这个是个很复杂的流程 能够压收到 非常有效率的25天 你知道美国花多久吗 花了快20年 美国20年 对花了快20年 中国7年 所以这个叫做后来 这个应该怎么讲 弯道超车后发优势 那个白尺干头 我们就更近那一步 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 而且能够搭载 目前我知道 大概7吨多的一个 一个载的容量 对 7吨多 达到7.4吨 目前全世界太空快递 运货舱装载能力最大的 到7点多吨 应该是最大的 那美国人就开始担心了 你中国这会有军事用途 那我坦白跟各位讲 又来了 真的有军事用途 我这个要坦白承认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承认 为什么 因为美国太空说 早就具有这个能力 可是美国太空说的容量小 能够做的这种太空作战的一个能量也有限 什么叫做太空作战 不是叫你到太空去发射飞弹 或者发射什么武器 去杀毁卫星 它不是 为什么在太空作战中 不能够直接击毁卫星 因为击毁卫星会产生很严重的碎片 而且它碎片散发出来的速度 比子弹还快 所以你不想打中谁 这个很难讲的 所以太空作战的一个很大要点就是说 要有一个装载容量很大的一个飞船 然后伸出一个手臂 去把卫星抓住 然后抓住了以后还有能力 一摔就把它摔到外太空去 那这样的容量越大 它抓的卫星就越多 而且效能越高的话 追逐卫星啊 就像什么 就像老虎追兔子一样 很容易就追到 那抓到就放上去 所以有人说这个马斯克说要 要发展一万克卫星 那可能中国的天舟七号 如果说要做军事用途的话 就会跟捡破烂一样 一个个抓来以后 对到外太空去 所以美国就开始在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他自己知道 美国有这个能力 以前俄罗斯有这个能力 不过俄罗斯最近没办法了 但是现在全世界只升约两个国家 有这个能力 一美国 二中国 那中国赢在什么 目前的装载容量 就是比美国大 而且大了将近百分之二十 所以美国开始在这个担心 忧虑啊 中国又赶上来啊 弯道又超车了 不要这么忧虑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也帮大家 一起来科普一下 那么到底呢 怎么说长期火箭啊 他到底赢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技术 长期火箭的总设计师 陈唐明设计师 他说随着空间战任务的推进 长期的发射密度越来越高了 时间越来越快 那么品质跟效率就成了保证成功的两条腿 第一要品质 第二效率也必须要有 他说失去任何一条腿 都不符合高品质的发展与要求 然后刚才蔡委员提到的 我们来看这边现在的这个火箭动力系统的副设计师 他指出这一次他们怎么来优化的呢 包含了地面监控软体 要来进行单机系统 还有全火箭的这个验证 以及测发流程 所以才可以把这个发射准备的时间 从原本38天缩短到31天 进入到一个月以内 现在缩短到25天 那接下来呢 想必还会有更厉害的中国突破 那么现在呢长期火箭的总体的主任设计师 邵叶涛他也表示 刚才蔡委员也提到了 每一个零件都不能出错 尤其是火箭上这么大的火箭 里面要多少零件 密密麻麻小零件怎么不出错 出错了到底在哪里呢 接下来带您来看 美国一定也很想知道的中国黑科技 中国呢未来要来发展智慧火箭 他说呢能够实现在致命性故障底下 他要进行智能纠错 目前的智慧火箭呢 他说原理的样机已经制作完成了 后续的任务当中呢 要来进行验证 委员你怎么看呢 连这个智能纠错 我的理解啦 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开车的时候 还有晶片 智能告诉你 你现在哪个地方有问题 你的胎压哪边出状况 这个坦白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紧 因为智能的观念 以前很少用到太空去 中国现在导引来 要做智能火箭啊 智能这个飞船啊 它智能有几种特色 大家如果开过 比较智能化的一个汽车的话 你就会感觉到就是说 轮胎哪里故障呢 哪里会亮灯 然后可是我们还只会知道 感知我们还没有办法自动纠错 它要做到能够自动纠错 那自动纠错就像有一种车子 它的感知能力说 你就在一个车道上 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你的突然之间 有点闪失 偏离到另外一个车道 只要稍微跨过去的时候 它的方向盘 就自动把你扭过来 对对对 也会有这种功能 可是它自动纠错 厉害在哪里呢 它比如说 它现在发觉了 发动机哪个环节有问题 它不只是要感知 还能够纠错 还能够怎么样 想办法去弥补 去把它恢复 太厉害了 我只能说 这个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的火箭 或者是太空梭 美国叫太空梭 中国叫飞船 不管叫什么名字 能够有这种 智慧型的自动感知 自动纠错 那我自动调整 我只能说 真的叹为观止 而且想得到 能不能做得到 坦白讲又溜溜灰回事情 其实智能的太空商 和火箭 很多人都想过 但中国把样机做出来了 那这个真的是超前 真的是黑客戏 没错 那尤其呢 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人好奇 天舟六号 我们说这快递小哥 内部长什么样子呢 来摄影大哥 我们来靠近一点 你看哦 密密麻麻包裹的 全部是要送上太空的东西 整整齐齐的 你要知道 如果你有看过 NASA旧的天空 那个太空站里面 到处都是牵线 因为太老旧了 这边缺什么 我就这里拉一条 拉过来拉过去 有点像我们早期的那种 高压电缆线 这边牵来这边牵去 但是呢 中国大陆现在全新的 所以呢 整个太空站里面 非常的干净 那么这一次送上去的 刚说到了 苹果啦 橙啦 握干啊 苏黎 这两种水果 我也没吃过 没想到太空中 吃得到 再来呢 还有一个大突破 就是旁边这边 改良之后 到底天周六号 有多大呢 密封舱的货物呢 空间增加 百分之二十四 能够载的东西呢 提升到了 七点四顿 上行的载货 比提高了 零点五三 还有一个重大突破 是什么 你知道吗 大陆啊 最近呢 透过嫦娥五号 在月球土壤 月壤的样品 在研究 就发现 不得了了 里面有不同源的 这个月球的 玻璃物质 这也是 嫦娥五号 月壤当中 第一次 发现玻璃纤维 那么研究人员就发现 这个月壤当中啊 存在着这些 形态的成分呢 可以来 更进一步的了解 月球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专家访问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 二氧化硅的玻璃纤维 由于该取月壤的地点 撞击比较温和 撞击出来的液体呢 年度比较合适 玻璃甩出的时候 就能够自然地 拉出玻璃纤维来 这种玻璃纤维形态上 类似我们的头发师 这种玻璃纤维的存在 说明了月壤 具有良好的 玻璃形成能力 和加工 成型特性 未来月球基地建设 可以利用月壤 原位生产制造 所需要的材料和器件 大家很好奇 到底月壤上面 找到玻璃纤维 长什么样子 来 这边 镜头可以再近一点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这也是一大突破 委员你怎么看呢 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 玻璃纤维是人类 很重要的材料之一 可是我们在地球上 我们在做玻璃纤维 那个工序很长 没想到在月球上 一挖就有 所以刚才他讲到了 那以后可以原地生产 找材料了 所以这个玻璃纤维的形成 到底是因为 月球本身的一些 地壳活动 比如说火山等所造成的 还是陨石碰撞所造成的 不管 怎么会有量这么大 因为很容易找到 或者现在已经找到了 那正名电视 显著量应该很多 没错 所以接下来 中国的探月 在太空当中 会有什么样的突破呢 你知道吗 全世界都在找能源 连产石油大国都知道 他说未来呢 势必这个液化石油呢 这个能源是会被取代的 那么再来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扩大能源合作的部分 在中俄又有一个大突破了 我们知道中俄呢 现在呢 有一条西伯利亚力量 一号 那接下来 二号要开始了 叫做 中蒙俄天然气管道 就是西伯利亚力量 二号 那么专家怎么来看呢 好 来扩大的话呢 未来啊 每一年的输气量 可以达到五百亿立方公尺 中国大陆就是世界上 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嘛 那从哪里进口呢 俄罗斯最近又比较友好 当然中俄合作是最棒的 专家说 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 查道久 他分析 他说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 只是暂时现象 他说很自然 欧洲会倾向于在未来 从其他地理邻国 包括俄罗斯来采购能源 那么中国的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永慧他认为 他说这条西伯利亚力量二号 可以通过大陆的一带一路 促进三国的互联互通 这是经济体纳入 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贸易网络 力量的持续 这条天然气管道非常的重要 以前光靠这个西伯利亚力量 它的供应量 以前对中国来讲比例很小 那现在这一条新的经过 这个蒙古的话 它的供气量更大 而且更重要 供气量的地点也不一样 所以对中国取得天然气的 这个能力就大大的加强 那这个也是因为什么 俄罗斯要卖到欧洲去的 受到相当大的阻碍 所以他知道说分散市场 对他很重要 要不然他以前 动不动就靠北溪一号送 或者靠其他的土耳其的 这些天然气管道来送 而且他们那个欧洲 又很肯给很多的高的价钱 现在欧洲不买了以后 那打折给中国的时候 中国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把这些管线也给建立起来 那以前蒙古 在美国的煽动底下 对于要不要让这个天然气管道 经过蒙古 都有一点的假装勉强的样子 但是事实上就想要抬高价格 因为有过路费 那这个对于蒙古的经济发展 也是相当有帮助 他除了可以每一年 可以说很庞大的过路费之外 因为就是运送费用 第二个 就是原本乌克兰在做的事 对乌克兰就赚了钱 那第二个就是 他同时可以在蒙古 取得比较便宜的这些天然气 要不然蒙古要取得天然气 我老天爷比较鹿 比较铁路 蒙古没有能力去取得这个天然气 这么庞大量的输送嘛 所以现在有这条天然气管 对蒙古也好 对中国也好 对俄罗斯也好 以前受到政治上的干预 还有外力的介入 让三个国家对这个问题老是很难达成一致 那现在终于尘埃落定了 那不晓得是不是该感谢拜登 去推动这个俄乌战争 也不晓得 但对中国来讲 他是一个战略上很大的突破 尤其在一带一路上 就是要能源输送管道 人客输送管道 以及货物输送管道 都能够在中国跟欧洲之间 不得密密麻麻的 因为现在中国要做这个天然气管道 事实上未来要从土库曼 进口很多石油要有石油的输送管 那你只要从太空中都看到了 太空看欧洲 欧洲的各种管线 各种铁路密密麻麻的 看中国本地也是密密麻麻的 可是在这个俄罗斯 对不起啊 普丁先生就有一点的稀稀疏疏了 然后在中亚更加稀疏疏 所以在一带一路的仓意底下 能够在中亚慢慢的建立 很多能源的输送管线 以及铁路的输送货物输送管线的话 那如果以后从卫星看到 这个输送管线在中亚地区也蓬勃成长 在蒙古也蓬勃成长 那真的就是一带一路 这是中国在海洋上面的话 除了海洋的供应物资以外 或者出口物资以外 在陆地上真的会恢复到我们大汉 这个帝国时代的光辉 哇 没错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希望有便宜的能源 大家都开始在反悔了 真的还要跟美国买那么贵的能源吗 好 再来呢 同样的 其实这一条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管线 还有一大突破 那就是去美元化 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就协商 那我们以后这条管线输气 我们不用再用美元 我们可以用本国货币来进行支付 我们可以用人民币来进行支付 所以这也是一大突破了 再来还有另外一大松手的就是 终极乌铁路了 刚刚委员也提到了 在中亚这一部分 我们最近马上的大概下礼拜的时间 习近平主席跟中亚五国 就要来进行一场 首次的中亚峰会了 那终极乌铁路到底有多重要呢 一带一路刚提到了 货要运出去 铁路必须要先盖起来 我们看一下这条终极乌铁路 4月13号的时候 乌兹别克的总统还建了秦刚 大家就提到了 希望赶快铁路开始盖吧 预计2023年开始动工 其实这条铁路的计划 已经瞧了好几十年的时间了 未来如果盖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各位不得了 货运的路径呢 缩短900公里 第一 你送货的时间就减短了 谁省7到8天 第二 那你这样运费不就也省了吗 再来这条铁路呢 全长523公里 中国大陆境内有213公里 在吉尔吉斯260公里 乌兹别克大约是50公里 那预计呢从新疆的喀什向西出境 我前阵子follow这个B站才看到原来喀什有这么多的美食啊 新疆美食啊 所以非常的期待啊 然后先经过吉尔吉斯到乌兹别克 我们看地图比较清楚啦 喀什出发 把货送到吉尔吉斯 嘟嘟嘟来到了乌兹别克 所以终极乌铁路 其实对于这三个国家来说都很重要 对于中亚也是一大的进展 但是先前有很多媒体这样评论 那委员你怎么看呢 是说俄罗斯啊 算是中国大陆突破这个俄罗斯的魔爪 要伸手进中亚 这是很多看摔这条铁路的人 都会这样子来分析 那委员你怎么看呢 中吉尔铁路的终点站 不是在乌兹别克 在更远的 还有在西方 他一定一直拉过去 一定拉过去 哈萨克什么东西会一直拉过去 那这条铁路为什么会比较复杂 拖那么久的时间 它主要是有地缘政治的原因 就是说当时这些以前苏联的 加盟共和国 他们自己独立的以后 吉尔吉斯对俄罗斯的态度 跟乌兹别克对俄罗斯态度 两者的关系 有点的复杂 非常的复杂 那也不是俄罗斯刻意说 不让中国建这条铁路 因为 某种程度来讲 吉尔吉斯比较亲俄 乌兹别克比较反俄 所以那种关系在哪里 平安静调 不是我们外人能够体会的 那你说俄罗斯要阻挡你的话 俄罗斯也准许利用他们的西伯利亚铁路 把欧洲搬列 从中国一直开车开到欧洲去 所以他挡你这条铁路 基本上不是因为跟中国的关系而已 是跟什么 那你未来的乌兹别克跟吉尔吉斯 跟俄罗斯之间有一些啰嗦的事情的话 你中国立场站在那边 这就尴尬了 那就比较复杂了 那后来中国很聪明 搞成一带一路以外 还搞个上海合作组织 把这个中亚国家 跟俄罗斯的拉进来 什么叫上海合作组织 就是反恐组织 那什么叫反恐组织 反恐组织 对本来是为了名义上为了反恐 说我们保护油田 油田会有恐怖分子攻击 所以中国大家一起研究 如何保护油田 这个理由很正当 俄罗斯有油田 物资北克有 机会其实是没有 所以为了处理 他们之间的关系 把他们拉在同一个组织 慢慢磨慢慢磨 加上俄乌战争一开打的时候 俄罗斯新防就放下来 他乌克兰就一个头五个大了 再去关心基尔吉斯 跟乌兹伯克不是变成 相对的就很知为莫解了 对好好好 就拍板定案了 所以中国就是技术本身不是问题 处理地缘政治 我不得不对 中国的领导阶层高度的佩服 他基本上忍耐很久 从来不出恶言 因为他明知道 问题不全在出在中国 那中国也只能半年 你们的中间的核四老 可是俄罗斯 比较偏向的说 我如果跟乌兹伯克有麻烦 你要站在我这边 这个就麻烦了 乌兹伯克肯定不答应了 那吉尔吉斯很为难 没有俄罗斯同意 我怎么让你过去 吉尔吉斯比较穷 相对来讲 还是还有很多游牧民主 人口比较少 可是你要到乌兹伯克 不能不经过吉尔吉斯 所以这种地缘政治的问题 你不要以为这什么中国日本韩国麻烦 那个地方挺麻烦的 的确 所以呢 我觉得中国态度很好 我们再怎么急 也不能比当事人急吧 但美国就不是了 哪里都要插手 你这边呢 开始觉得远离了 我早生不到你那边了 等一下我们会来谈 美国最近又在干嘛呢 对于太平洋岛国 那个手又要伸过去 我先来说一下 这条铁路更厉害的地方 经济学人杂志有报导 他说这条铁路呢 其实啊 他在中间呢 会经过中级合资的 这个金矿所在的地区 叫做马卡马尔 那这个报导里面就表示 提到了有关诡据的部分 就是经过呢 马卡马尔的诡据呢 会从中欧通用的1.435公尺 切换为苏联时期 也就是俄罗斯通用的1.520公尺 那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吗 因为诡据 其实是很单纯的技术问题 大概就是我的铁路系统 一开始设计诡据是1.5就是1.5 1.45就1.45 可是偏偏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是个主权象征 就有完没完 还好现在的技术换轨不是问题 了解 就是要用你的标准 还有我的标准 对对对对 当然用你的标准 所以中国也不想解决这些麻烦嘛 所以到哪里 该换俄罗斯的轨据 我们就换俄罗斯的轨据 没问题 你要什么标准就给你什么标准 技术达到这样子 而且现在中国就是换轨的时间 已经在这个 就像刚才火箭发射 流程的速度已经很快了 就像我们 你们如果买电动车的时候 要充电的时间 你当然希望越短也好嘛 对对对 那一样这争取时间的时候 中国用的那种新式的这种犯轨的技巧 已经不像以前要找很多工人 敲敲打打已经不用了 所以这个犯轨的技术在各个车站里面的配备都已经很完整了 自动化换轨已经到这程度了 所以好吧 俄罗斯你要换轨我们就换吧 没问题啊 中国标准也符合世界标准 因为这已经能够自动换轨了嘛 对没错 已经有一个突破了 所以没有问题了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用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不会告诉你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分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sei 重啤動 请标准 没关机 还道